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因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前中央办公厅主任 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夫人古丽萍 日前也被中纪委双规 分析认为中共各派系护展爱将 实在向老百姓表忠 以示反腐姿态 但这种抓典型打贪的模式 与老百姓要求法办贪官 实现社会公正的需求相同吗 下面就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日前中共当局颁发所谓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同时也传出多位不同派系的人马相继出事 据大陆媒体财经报道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 涉嫌严重违纪 12月2号晚间被带走调查 来自海外媒体的消息指称 李春成事件直指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消息说1999年至2002年间 曾主政四川的周永康是李春成的后台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新任中宣部部长 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小舅子刘其宝 在接掌中宣部前是四川省委书记 李春成被调查期间 刘其宝突然取消外访活动 离其失踪 外界揣测可能与李春成有关 另外北京又有消息指称 中办前主任 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定计划的夫人古力平 被中纪委双规 但消息未能获第三方证实 对此时事评论员史达分析说 目前权斗最激烈的两大派系的爱将 纷纷被抛出 是有原因的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则认为 这些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并不能说明中共新的领导班子 真的开始要反腐了 现任的中共领导人的核心意图 还是要用反腐来保住 中共这个腐烂的体制 李春成只是被用来 树立现任领导形象 以及权威的电脚石而已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 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 中国当局现在肯定不是打老虎 选上李春成是因为GK表现 打击腐败 又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 那么中共反腐的底线会到哪里呢 大家知道 它的底线只是做到 能够对外掩盖到贪腐 对内起到一定的政策作用 他们的最终的底线 是不至于让中共翻船为止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中共的敌人是人民 人民一旦知道了 或者彻底厌恶 中共这个贪腐政权的时候 他们就完了 现在呢 中共就是想在这一点上 欺骗老百姓 外界普遍认为新冠上任三把火 习近平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向了腐败 俗话说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 现在中共的贪腐 枉法的事情已经遍布 几乎所有的官员 所以中共现在的做法是抓几个点心打一打 这个以老百姓要求的法办 大批中共贪污这样的需求 来实现社会公正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可以断言 不用多久 中共打击贪腐那个决心 一定会被大家看穿了 中共当局最近大动作的打贪反腐 在刘瑞少看来 支持习近平的百日计划 希望在短时间内树立威信 而史达表示 既然中共要打贪 老百姓也会将计就计 一起帮着从各方面去打 致使揭露出来的贪官越来越多 到那个时候 中共开始刹车 习近平会投鼠忌器 不敢打到中共统治的跟上 那时候中共的马脚就会露出来 所以史达说 大家等着看 好戏还在后头